OK 大家有沒有曾經因為踩到 對方什麼地雷 大吵一架 這像都是跟這個文化有關 是 我覺得 有…我有一個 好 你跟台灣人在一起的話 動不動就愛吃醋 這是我之前的一個女朋友 她是真的很愛吃醋 是我不能理解的 文化不一樣 就是因為有一次我去瑞典玩 然後回到台灣 然後只有跟她閒聊 我就說我有跟我的高中同學 一群朋友們就是去鄉下玩 那邊就說有看到一個虎 大家都很開心 脫了衣服下去游泳 她就說妳是脫衣服 是只有男生嗎 沒有 就是我們男生女生一起 我們就是脫衣服 我們就是玩水 有女生 完了 有女生幾個 幾個人 就是開始問了 對 你剛剛有什麼風調 有多好 多近 對 然後就是變成很生氣 然後就很激動 你跟男生女生就這樣子一起挪泳 什麼 你懂不懂男女分別嗎 你這樣子 你還沒有過德觀點嗎 你直接去怡皮亞就好了 你分析主線嗎 多大 多大 沒有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覺得一個文化裡面 就是我們就是 真的是有 羅勇的文化 男女一起挪泳 對 就是我跟妳講 我們美國有一個笑話 在美國一個女生羅尚森 那是A片 在歐洲女生羅尚森 是賣片廣告 非常普遍的一個事情 就是這個對他們來說 就是他們的文化裡面 你覺得OK嗎 正常 你生下來就是沒有穿衣服的 對 而且因為我們就是去那邊 因為有這個 我們大家就是想要游泳 你沒有準備這些衣服什麼 但是 羅勇就本來就是很舒服 又好玩這些 但是他就很生氣 文化上有差異 這重點 重點應該不是游泳 這游泳都是假的意思 沒有安全感的 最下面有一個東西就是 我很害怕被丟掉 我很害怕你去愛上別人 這時候如果不論是男生或女生 如果對方發現 你好像讓他沒有安全感 你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 根據衣服理論 你就上去抱他 我之前看到一個不誇張的話 就是對方說你為什麼要穿劇 你跟他為什麼…你去死… 然後這個時候 那個男生做一個非常厲害的動作 你為什麼要去死… 然後清起來 這樣就好了 就好了 對 所以你要讓他有那種 被安撫的感覺 然後事後再去討論文化的問題 所以文化放在後面 事先處理他不安全感 好 這個佩德國 你自己本身也是羅勇派的 也是… 對 就是這些 你在台灣也是羅勇 你會到很多秘境 山裡面 然後去跳水 對 我盡量在推管 這個羅體主義的文化 但我也不是神經病喔 我也是知道在哪裡可以 在哪裡不行 就是 不可能吧 你不可能知道說 這裡可以 哪裡不行吧 那這裡到底行還是不行呢 你覺得在這裡行不行 不行 好棒 我們就是一個很透明的一個文化 就是亞洲可能是比較含蓄 就好重點就是 你的問題是什麼 在一個感情裡面 這些文化的差別 會有很大的影響 就是我講我們西班牙是很重視 誠實 透明 就是我跟我的前任 對… 我跟前任都說 好 有一些女生 我看到她們在路邊就會 我這樣講的已經很含蓄 但就是我覺得有一個城市的 溝通關係比較好 對 但你們亞洲的就是表面 就比較膚淺 比較假 你們覺得假是一個禮貌 可能是跟日本人學的 就是要假 假才是在乎那個人 是尊重嗎 對 但你們… 尊重 我們也尊重對方感受 好像是正常人都是尊重吧 她也是這樣覺得 妳已經跟台灣女生差不多 我的前任 那你就是在現機我的意思嗎 我好像從小就這樣 訓練我的前任 變成跟我們一樣誠實 所以我帶她到西班牙 我就想要給她看我的西班牙 對 教育… 就是讓她知道我的朋友都是這樣 不是我是神經病 因為你們很常以為是我這個人 不是 是西班牙人 身體所有的朋友都是神經病 不是… 我跟妳講 妳是神經病 也就是神經病 物以內拒 妳只要那是配的 我回去西班牙人 就會遇到一大堆的神經病 不是 尊重神經病 而且他們以下飛機 見到彼此兩邊 跳水 那個心態我覺得完全不行 你看 訓練我的前任教育 你是誰 為什麼你要教育 誰說你的教育絕對是對的 沒有 沒有… 摩合啦 培養一個默契 沒有 你們就是要用討論的 然後達到一個公式 不是你要訓練別人 我有很努力跟她摩合 聽不下去 就是她有了解說西班牙文化 她無法了解 就是我帶她到西班牙 就是跟我朋友聊天 然後我像讓她知道 妳這裡看到帥哥可以跟我講 妳覺得這個比我帥 我也可以接受 然後我看到真妹也覺得 哇 好有感覺 但是我會忍耐 為了妳忍耐 這是我的尊重 對啊 你看 所以你看我們其實很多時候 是顧慮到對方的感受 所以我們也在做修飾 也在做調整 沒有 但我覺得 亞洲女生真的就是很喜歡問 她就會去問男友或老公說 你覺得她漂亮嗎 但是我們會想 然後亞洲女生會想聽到說 我們會 亞洲女生會期待這種 可是外國人就是會直接說 滿漂亮的 可是有些人就會覺得 就會不開心 對 反過來講的話就是說 男生有時候會覺得說 原來我這麼會說謊 都是被妳訓練出來的 你知道嗎 我覺得她很漂亮 但是我不能講也有道理 怎麼有妳漂亮呢 妳媽媽跟我一起掉到水裡面 妳要先救誰 糟糕了 對不對 然後男生到最後就說 沒有…那我先自殺這樣 通常男生就 還有什麼事情 是你們覺得跟台灣人在一起 真的是覺得很受不了的有沒有 每天垂頭髮 垂頭髮 垂頭髮 什麼意思 這都要請嗎 這個不行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我發現 台灣人超喜歡 臭頭髮的時候 垂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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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乾 對啊 要吹乾啊 不然會 不如感冒都會 不然為什麼要吹頭髮 對啊 你老了就知道了 對 就是台灣人覺得 如果你吹頭髮不過乾 就會生病了 會感冒了之類的 對頭髮不好 對 只有我們俄羅斯人 我們平常不會吹頭髮 蛤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 打下來 沒有長髮過嗎 請問 不好意思 沒有長髮過嗎 只要是有長髮就要理 沒有 我必須再講一句話 我是很大 可能我是住另外一邊的 我每天都在吹頭髮 吹乾 不是吹整套的嗎 真的 花椰菜這邊是 你們通常男生是不吹頭髮的 但是女生我之前 我很多俄羅斯的女生朋友們 對 他們就不吹頭 但有一點點 吹一點點 但不會吹到這麼乾 對 因為台灣天氣比較潮溼 天氣的關係 是啊 他自己吹已經算不錯了 我們常常台灣是男生 要幫女生來吹頭髮 對 男生都很這樣 吹完要昏倒 有那個男生把你吹過頭髮 對啊 你看 對啊 造型是不算 有啦 有啦 她還是有一些感情生活的 有 你看 有什麼 正常吧 我長這麼美 是啊 好啦 今天講完這麼多 到底有什麼跟這個異國戀 跟不同國家的情侶相處的好方法 其實我講一個公道話 就是說我們的確有研究調查說 到底是哪一個國家的比較黏 結果發現亞洲人 比就是非亞洲人更黏 這是的確的 所以如果你交台灣男友 那就 的確有可能會有這種感覺 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女生平均來講比男生年 所以如果是 譬如說Justine交了一個台灣女友 就是年上加年 可是問題是 每個人還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 所以這個年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建議說 如果你是需要自己時間的人 我們就會說 我有一個朋友叫做小虎老師 跟他老婆叫慧琳 他們發明了一個東西 叫貓咪時間 貓咪時間就是說 你可以發個貼圖給對方說 我現在是貓咪時間 貓咪時間就是你要歸在那邊 這個時間就是專屬於我的 你不可以來吵我 那好像自己做一個牌子 就在家裡做個牌子 然後放在門口掛著 現在是貓咪時間 幾點到幾點 不要吵我 對 就是對 就是這個時間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在心理學有一個研究 得到結論一句話就是說 你們沒有在一起的時候 會讓你們的在一起更加溫 對 如果你永遠都在一起 就像剛剛達佳說的 你們就會越來越減溫 另外一個 今天講到好多好多的文化差異 其實不要在對方身上學習 因為很難學到 你不是愛他 但他是在他那個文化底下長大 所以我們要訓練一種 文化同理性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去書上或是去電影 電視影集 看他們國家的文化 而不是只認識他 你就可以進入他的文化裡面 而不是說為什麼都這樣… 因為他是在這個文化下長大的 太棒了 接下來假如大家要談異國戀情 先看我們這一集 好不好 看完這一集之後 假如還不會的話 你想說要怎麼樣 學會漱口吞下去的話 那你就找張維忠老師 這個厲害… 拜託一下 叫做 三維忠 紫維抖術學 稍微搜尋一下 好 一定是物超所值的好不好 OK 謝謝 讓你的人生過得更順暢好不好 要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阿伯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心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 節目 全都在裡面 依次滿足